HELLO 了世紀 天天有個星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YO 跟衝動 還有RIPER 跟DOT 來打這一場 奔怒黑森林的地圖 這場比賽是雙打地圖 先來看一下藍色的玩家YO 選擇的是波西米亞 波西米亞特色是他的挖金跟挖石是免費的 所以他很適合打工兵路線或是寶兵路線 後期有榴彈炮 在後期的陣地戰來說 他的榴彈炮是非常強大的載制力 接下來看一下 這裡衝動是選擇了日本人 日本人擁有這個箭塔 可以射出的箭矢比較多的特性 但是要點一下這個銀罐技術 很適合走這個塔工路線 也很適合走這個日本巨頭開拆路線 或者是打一些奇怪的 什麼裝甲塔之類的 但這招已經不是那麼多人會用了 那這邊可以看到道特開局 兩邊肉麻互打 聰明讓兩隻想要卡位 聰明過來打架 回頭砍了一刀 被多砍兩刀 這裡會危險再一刀 不會死 兩邊都只差一刀 好 看一下這裡 就死誰手 往右走 往右走 要不要回頭砍 現在衝動回頭砍就會被砍死 所以絕對不能回頭 但不回頭又打不贏 但是這裡有高地 有高地就可以高打低 但是這邊沒有打三刀打 好 回頭看一下這裡 好 這裡是兩邊互拿全套開打 黑森林開局喔 就是這麼的刺激喔 好 一定要拉村民喔 過來處理一下 然後蓋圍牆 好 還是到頭要把這裡圍起來呢 沒有打算要圍嗎 還是想要嘗試過去 輸出一下 好 從中這隻殘血的肉麻 已經到了後面 白婆拉了一村民到後方 是想要去抓肉麻嗎 還沒有看到 好 那白婆跟娃娃這邊的 是直接圍了這個木牆 好 那衝動這邊 舒服的拉了三隻野豬 這裡可以用米洋卡一下 米洋卡一下 就可以讓這個野豬 不會一直攻擊到村民 這樣就可以順利的 把三頭野豬帶回家吃了 瘋狂拉野豬 黑森林 在頂尖的這個打法裡面 是需要去練這個 一次打三頭野豬的這個技巧 你會這樣打的話 就可以在前期喔 獲得很好的這個經濟優勢 可以看到這些野豬 肉量總共有1600肉 哇靠非常的多 好 這裡還有兩坨 好 那白婆這邊 還沒有去拉三頭野豬的樣子 這邊是用乳牛去探一下地圖 看有沒有探到 好 這邊看到了 這邊怎麼蓋了一堆東西的樣子 好 白婆過來 來吃這個魚 衝動這邊選日本也是因為 黑森林裡面都會有一個魚池在 這個魚池 要是可以給日本去補這個魚 有這個魚網 那他經濟就會非常好 好 白婆這邊是選擇了馬來人 那馬來人升級速度很快 也可以打一些升級的大招 那道德這邊是選擇了不列顛人 工兵射程很遠 打陣地戰還有戰狼科技 也可以考慮這裡一拳 差點拿下 好 回頭 扁到了 到了最後還是把衝動的洛馬給打死了 好 現在的漁船 開始在量產了 白婆現在點下了織布技術 這個織布技術點得有點早 要是要做一些 大招嗎 因為通常可以勝利有維持喔 織布技術不會這麼早點 好 但是兩邊其實都已經點了 好 維持維持 那如果一開始兩邊都是外加的情況下 還是要去點那個織布技術 但白婆這邊都已經維持了 還先點織布技術 可能是怕忘記點了 所以先點了 也有可能 好 喔呦 衝中這邊 屯棒棒 這是什麼招呢 四肢棒棒 低調 然後開始往前進攻插塔 裝甲步兵來了 這裡趕快為 回了一個四級跟兵工廠 好 裝甲步兵三級 日本的裝甲步兵 攻擊力 攻擊速度加3% 呵呵呵 這個四級 找火的速度有夠快 好 兩邊點下了城堡時代 這個建塔快蓋好 貓則是選擇不交流 上了大石牆 好 縫閉地圖 現在看起來黑森林要突破這個防線 還需要點時間 這裡要肉身蓋建塔 直接衝進去嗎 好 但是道特已經準備升到城堡時代 那這邊有挖石頭 但不多 應該還是要來開TC喔 應該不會去蓋這個城堡 好 現在 箭塔 稍微擋一下 光甲步兵 快把這個四級砍掉 再出來修理一下 光甲步兵一直被射到 看起來是修不了的 好 看一下右邊 MIPER造了一台投石車 不要來拆掉這邊的圍箭 後面又拉了一個新的石牆 上方進攻 沒有辦法繼續持續進行 日本這邊 轉出了一些漁船 但是經濟還是要去補這個魚網 好 現在時代上有點難上 補魚的話 增值程反而就會慢一些些 好 開始砸起來 兩個劍塔一直在射 這個投石車修得回來嗎 後面補了弓箭手 最後是被箭塔給射掉 這個投石車 唉呀 到這裏危險了喔 後面有弓兵 又有裝甲步兵 好 補一個四級 不是 補一個城門 四級的話 還有六百滴血 那這裏裏裏最好擋的方法 就是補一根城堡在門口的位置 這一手放棄的機率就會很高了 好 右邊馬來人 MIPER點下了城鎮中心 3TC喔 走出來 打個一發 唉呦 打到了 但是沒有放棄這個四級 MIPER點下了魚網 這個魚網 刺網技術點下 就可以讓捕魚的速度 再加快了 這邊FISHBOOM 已經來到了 14艘魚船 黑森林就是要捕魚阿 不能要幹嘛 好 是在YO 現在也點下了輪軸 所以也開始慢慢變好 日本中午點下城堡時代 兩邊前期打的比較偏濃一點點 好 投石車 再繼續嘗試拆除 但這台投石車好像還是有點太困難了 而且一直修投石車 輸到也 支援一直變減少 好 登到了城堡時代 日本這邊先點下了二級射 沒有打算要補TC嗎 好 看下車這邊 這邊是轉出了一台龍套 YO則是轉出了投石車 換YO這邊要開始進攻了嗎 4TC 怎麼上去 VIPER是3TC 好 這裡補了一個二級射 跟刺網技術 直接來壓大亨寶 來一個壓制力更強的 沒意外的話 衝動會打一個 單TC速帝王 然後開始巨頭開拆 那到車這邊 4TC 待會也會快要升到帝王時代了 這經濟也是很好 好 VIPER這邊買賣一下 準備要來點帝王了 好 投石車換掉了一台 不錯 到車這邊有這個投石車的優勢了 好 城堡一蓋好 這個城門跟兵工廠 被射掉是遲早事前 好 下面兩邊都在互打 封閉地圖 打起來就是會比較自閉一點 好 你農我的 我農你的 兩邊帝王再相見 OK VIPER點帝王 日本衝動 也點帝王 點帝王之後 點下了新的城鎮中心 在封閉村民處只有43村 打92村 好 兩邊投車互打 現在VIPER下方這裡 木牆中打破了一個洞 好 封閉這邊是決定要走工兵路線 好 復工兵 YO這邊還沒有決定要打戰車 還是要打榴彈炮呢 感覺是走榴彈炮比較好 好 果然是選擇榴彈炮 到這裡要轉槍兵嗎 但對方是馬來人 感覺槍兵不太需要先生 感覺先轉火槍喔 或是戰車喔 都是一個比較適合的路線 喔 看來還是要轉槍兵的樣子 OKOK 4個軍營 好 普列顛 DOT 點出了長弓了 防護兵數量 來到了11隻 這邊有開路 通了進去 但發生裡面起死 還是有路 趕快砸 繼續砸 這個開路很快 VIPER在上面出了毛相夫 好 來看一下這一個開路喔 但是衝動有把握住 DOT的行軍路線 好 這個開路 VIPER幫我開 就過城堡 被設置了一隻長弓 兩隻倒地 好相夫一直在往下走 好 往下開路 繼續往下 繼續往下 YO這邊有意識到嗎 YO已經留彈炮往前帶了 配著大槍兵的升級 VIPER這邊是轉毛相夫 所以這邊升槍兵一定有用 敵瑞毛相夫很便宜 哇哇哇 毛相夫開始凝壓過來了 日本直接被踏了過去 DOT跟VIPER的重點 不是把 火力放在日本身上 是拉幾隻 去騷擾日本 這邊重點是 YO後面的經濟 好 後面被開路 現在正面也是被巨頭開拆城堡 上夫一直在追兵 走過來了 開路大成功 這一波火槍 來了 流彈炮直接砸在長弓的臉上 又砸死了一隻 完蛋 流彈炮有點麻煩 剩下三隻長弓 繼續走欸 好 現在大象已經頂爛了正面的部隊 現在後面這個口子 洞口有點大 防守有點困難 那日本點下了牆跟彈道學 但是現在轉弓兵 似乎很難抵抗這些毛相夫 好 到盒點下了義勇其兵 增加一下長弓的射程 好 這裡大象攻擊這個地名的聲音 非常快啊 這裡是海帶的長弩 哪裡的射箭場長弩要趕快補一下 好 來了來了 這裡想要補一個城門 好 直接開路 好 開更多的路 這個城門有補跟沒補一樣 後面的大象來了 太絕望了 這個打法太狠了 這裡只有大量槍兵才能擋得住 我要這邊的軍營可能要往對我家裡補才有可能守得住 好 這裡村民趕快盡可能的收村 完全夾不住 守.. 守.. 城堡 長弩在後面 狩獵村民 村民被迫的收村 現在 日本 衝動已經擋不住了 好 看一下 下方長弩稍微拉扯 歪歪這邊大量槍兵過來 營救隊友 但是隊友已經城堡掉了 好 長弩來了 油彈炮小心 砸到了 哇 這一波長弩損失 有點再一個預判 倒車死傷 太多了 是不是榴彈炮的威力 好 但是剛剛一直往前頂 現在這些大象想要去抓榴彈炮 但沒有機會 好 榴彈炮小心 我去射 OK 躲一下 再拿一台榴彈炮 對 長弩射榴彈炮 效果還不錯 但是要被修回來了 還是長弩數量不夠 好 這一波好像 稍微擋住了 城堡甚至沒有蓋好 這一把歪歪 知道要拯救世界一打二了嗎 再買盆的毛相夫 又再繼續出 但現在轉出了一些火炮 從下面開始進攻了 好 後面準備了四台火炮 結果是有洞的嗎 WTF 有洞 就是100分 有洞 完了 可以一波 通得進去嗎 要不要直接往後面圍一下 這個洞一定要死守 我這樣炮在後面偷打 好 左邊的部分 後面的巨型偷吸 拆掉了PC 奧特取消這根城堡建造 槍兵繼續防守 再出去稍微拉打 好 下方的戰線 最後毛相夫 都被槍兵給戳死了 靠毛相夫打槍兵 還是有點難打 好 日本轉出了戰矛 浴頭又往前架了起來 把槍兵繼續 拉空當中 好 白盆的黃金 現在還有1000多塊 還是在繼續出大象 火炮繼續攻城 好 白盆這時候 我剪下了精銳爪刀 爪刀打槍兵 也不錯 OK 現在的榴彈炮 趕快來解巨頭 巨頭沒有師緣 收不起來 長弓點掉了一台榴彈炮 刀特的長弓優勢 開始展現出來了 好 敵隊的巨頭C加起來 看伯烈點是有戰狼號的 YO跟衝動打出了GG 我們恭喜道特跟Mipe拿下比賽勝利 好 雖然最後Mipe的爪刀不用出場 但毛相夫第一波確實是踏平的 衝動的經濟 這個城堡也是被壓死死的 沒有想到直接一波就帶走了 這個頭車開路 還是在黑森林很有料 那兩邊都是要到地龍時代才能開打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最後是由Mipe拿下資源上的勝利 木仇跟食物都贏了 黃金的花跟石料 是Dout跟YO拿下了比賽的勝利 YO雖然有4勝物 哇 這個黃金的產能有點多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下螢這個影片 請記得訂閱 他們請記得打開 這個影片嗎? 請記得按讚 我們下次見 請記得按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